沈阳啊 沈阳啊 我的故乡 那路上灯火辉煌 哎呀 街坊邻居们想我了吧 想我 前段时间啊 我到欧洲几个国家的大城市转了一圈 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 跟这些个城市比 沈阳一点都不差 接个电话 喂 林总啊 林总 你好 你好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呢 对对对 我回国了 什么包啊 啊 包 啊 对对对 我给你买回来了 我过两天我就给你送过去 什么 你路过我们家门口 要来取啊 好的好的 那我等着你 坏了 房地产公司的林总 托我给他女儿债个包 我给忘了 这可怎么办 大姐夫 我现在最想见的就是大姐夫 哎哎哎哎 建坊邻居们 你们可别跟我说漏了啊 这回我可不是坑他 我让他帮我呢 回来了 哎 是吧 大姐夫啊 哎呀 哎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着急等着见你呢 哎呀 我的妈呀 你这么一说我怎么那么肾得慌呢 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好相对 怎么坑你啊 哎呀 师傅你要坑我啥呀 不是我没没 没有大姐我不是坑你 啊 我我前一段出国了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哎呀 我就是给家里带个礼物啊 我我一想啊 最值得我带礼物的就是你 哎哎哎哎呀 哎哎呦 这我可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哎拿着 哎呦 这手套有点短啊这个 什么手套 你没见过呀 这是袜子 从法国给你买回来的 哎呦 我的妈呀 从法国买回来的 产地 中国温州 顺夫长 你这是从法国买的 还是从大润发买的呀 不是 真是从法国买的 这说明咱们国家的产品 这已经出口到法国了 我不眼万里又给你买回来的 你别说了 你要坑我你就赶快坑 你别老不说 明白不 我这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真的有事 大姐夫 来来来 你说 房地产公司的林总啊 出国之前托我给他女儿 在国外带个包 我呢 就一忙 光顾了给你带礼物了 我给忘了 你答应人家了吗 我答应了 我但是 哎呀 你说 你这可不好 你答应人家 你就得给人家办的 现在都来不及了我 我在国内买都不行了 他一打电话一会儿就来取 你说这可怎么办 我有事求的呢 我要承包他们公司的那个装修工程 你说这怎么办 来来来 你别着急 来 喝个家多饱 消消火 我说顺芬啊 没事 不行啊 你就跟他直处 什么叫直处啊 直处就是直来直去 你跟他实话实说 那可不行 答应人家事没办到 这不是不把人家当回事吗 你答应我那么多事 你啥时候给我办过呀 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回事过呀 行行行啊 陈正伯 你就想了整天怎么坑我啊 哎呀 咱不是亲戚吗 坑一坑更年轻 坑一坑冰冻人 你看你这么年轻 不都是我坑的吗 来 顺和 那你接着坑 家姐夫啊 是这么回事 我跟二米粒 七年直养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啊 我给他买了个包 就是林总让我带的这个牌子 两万八呢 他一次都没用过 我想把这个包要出来 给林总先顶上 我那工程的事不就有戏了吗 哎 这办法挺好啊 你跟二米说 拿回来就完了吗 我哪能要得出来啊 他不得踢死我啊 那倒是 那你你帮我要啊 我也没有理由要啊 我给你想好理由了 啊 你就说你外边有人了 我有什么人呢 有女人了 是个小女人 陈正伯啊 哎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啊 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啊 你这是给我挖个井 你直接把我淹死完了你 这要让你大姐知道我还能活吗 大姐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呢 你拉倒吧 你媳妇知道了 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这倒是 可是这个忙你得帮我呀 我求求你了大姐夫 啊 大姐夫 大姐夫叹气了 你的叹气告诉我 你肯定有办法了 二米啊 二米 哎 来来来你出来 大姐夫跟你说 哎 大姐夫 哎 大姐夫找你 是吗 来来来 二米啊 哎呀有个事我跟你说一下啊 是这样 这个顺峰啊 就答应这个房地产公司的林总 你知道林总吗 知道了 对 他答应林总啊 给林总的孩子带个包 啊 结果呢 他给忘了 干啥行呢 啊 真大事能给人忘了 找心没呀 哎哎哎哎 二米 你别说他啊 这事还真不能赖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次出国呀 心里边想的全是我 竟惦记给我买礼物了 给你买啥子 你看 给我买的袜子 法国产的 这不昨天晚上 他给我的吗 我说这也太空了 穿脚上跟手似的 我就给撇了 咋得捡回来给你了 那也行 没想到穿着玩呗 真是的 全身朋友 你怎么就张嘴说瞎话呢 你什么人哪你 你这样啊 大姐妹就给你直处了啊 那个你们俩七年之养的时候 不是他给你买了个包吗 啊 顺峰说这个包还是新的 你没用是吧 啊 那个你这样 你把它拿出来 给他救个急 回头让顺峰再给你买一个 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什么辛苦啊 给完你东西往回 要你乐意啊 前日发我发你 怎么这么烦人呢 大姐夫啊 你 我给你挖了个井 你给我挖了个坟呢 你啊 你这不要埋我吗 你怎么不按原定计划说呢 什么计划呀 你外边有人呢 有女人呢 你拉倒吧你 我说了回头你大姐知道了 还不一屁股把我做成标本呢 就等着那女的告诉你吧 告诉你 没有你这么犯事 大姐夫 给他吧 哎呀 你看看二米 拿着吧 哎 就这么简单吗 你看看 前面看 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大姐夫还傻呢 哎 哎 这叫怎么说话呢 不是呀 我人说你没我聪明 哦 哪头青哪头中我不知道吗 你要这笔生意跟林总谈成了 别说一个班 十个班是不是就给我买了 真说就完了 多大点事 你看看这些二女 你看看多名势力 是 真是 你呀 那袜子给我吧 哎 我要知道这么简单 我还送你啥礼物了吗 下次吧 下次求你再给你 哎呦我的妈 你什么人呢你 快点快点饿了 做饭去快点的 下点面条 你可真行我跟你说 好家伙 媳妇身名大义 我告诉你 哎 一会儿啊 您林总来取包的时候 一定要跟他提一下 咱们那工程的事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是吗 但是好像时机不太好 怎么的 就好像给人家带个包 就想要人家工程似的 你压根不就那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我没能这么说呀 要不这样吧 咱俩呀请人家吃顿饭 吃饭时候说 行 那一会儿他来了 你就跟他说吃饭的事 我说不好吧 那我说也不好啊 那谁说好呢 大姐夫 合适 大姐夫 干啥啊 送你个礼物 干啥啊 你有事求我吧 你有事就说 什么事 大姐夫啊 那个一会儿啊 林总来了以后 不是取包吗 我想请他吃顿饭 请呗 吃饭还不是好事吗 林总是大老板 人家很忙 不一定有时间呢 哦 我有时间 你有时间有什么用啊 我请你吃饭 你能给我工程啊你 不就要跟人家谈工程的事吗 对呀 你还请啥饭呢 直接跟他说就完了呗 你不做生意 你不懂 做生意的谈这种事 要迂回 要在谈笑风生之间 举杯换盏之间 通过那个包 让他悟到这个工程 这么复杂的悟 不会把他埋了吧 你说的那是悟埋 好不好 好不好 你那意思上 我跟他说吃饭的事呗 对呀 他来以后吃 我们俩给他寒选 你说吃饭 行 好不好 我就直处呗 你就直处 行行行行行 哎呀太好了 哎呀这就行了 有大姐夫 哎哎 我跟你说啊 哎那包啊 回头他拿走的时候 别忘了跟他要钱 哎呦我给大钱话 哎呀 我告诉你啊 人林总来的时候 咱千万别提钱 听见了吗 别提钱的事 不是 那万一要人家主动给咱钱呢 行行行行 你别说了 他要给钱 我全给你 你说话算数不 我怎么不算数 给钱就全给你 行了吧 街坊里去都听见了吧 一会人家老板要是给钱 这钱就是我的 好吧 你们给做个账啊 行了行了 还挺想的钱 谁呀 钱总在家吗 来了来了 大姐夫大姐夫 一会吃 来了来了 吃饭的事 吃饭的事 哎呦林总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钱总 哎呦快请进 你说这时差也没搞 我就来了 我是不是有点着急 没事没事 快请坐啊林总 欧洲玩得怎么样 挺好吧 哎呀 玩的是一点没有尽兴啊 为什么 哎呀到了那些城市 就到处逛买这个包啊 啊终于买到了 太感谢你了 没事没事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 这是我太太 哎呀林总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经常听顺风提起你 是吗 很漂亮 哎呦不好意思了 你总说人驴 这么威容 小的不驴啊 那个怀孕了好点 大姐夫来来来来 这是我大姐夫 你好你好 林总好 你好你好 吃个饭吧 怎么回事 啊 哦 我大姐夫正做饭呢 对对对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哎呀 你看一看 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哎呀 这颜色太漂亮了 哎呀 赚了很久啊 是吧 太辛苦你了 哎 哎 顺风啊 这好像是老款 收藏版 现两版的 收藏版 啊 吃个饭吧 啊 没没 没事 没事 我大姐夫她热情 对对对 对对 你再看看 哎呀 这个版型还是不错 是是是 那个林总喝点水 吃吃饭 好好好 你别忙 走 七年之养 纪念包 送给亲爱的老婆 二米粒 二米粒 钱总啊 哎哎哎哎 你弄错了 这不是我的 来来来 这是给你媳妇的 这你弄错了 哦 真是弄错了 我给我媳妇也买了一个 哎呀 你看这 对 哎呀那行了 二米粒啊 你进屋 把林总那个拿出来吧 你进屋 有屋里那个包吗 得哪呢 就那个包 我给你生去 我脑瓜上有个包 你要的 吃个饭吧 没 没事没事 没买就没买 没事了 那我先回去了 别来 别别别别 那个还有 林总 对不起 我这儿有点 我这儿你什么呀 你还有大姐夫 站住 过来 坐下 吃个饭吧 你大姐夫没毛病吧 是你没毛病吧 闭嘴 那个林总你别紧张啊 我没毛病我很正常 你知道吧 我就跟你直处啊 大姐夫 你闭嘴 这个事其实挺简单的 是这样 顺芬答应给你带那个包啊 他忘了 大姐夫 闭嘴 天哪 然后呢他觉得他答应你的事 他就得半倒 我觉得这种精神 我们应该鼓励和提倡 因为这种精神在他身上 平时很少见 是吧 是这么回事啊 对 顺芬你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 你何苦绕来绕去的呢 我这是不好意思了 你看这 没事 这心意啊 我领了 这包 我就不能拿 必须拿 而且还必须得吃饭 大姐夫 你是个噩懵了 不是 我跟你直复啊 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那个楼盘啊 我这个妹夫啊 想承包里边的装修 她觉得在这儿跟你说 这个事不合适 就想跟你吃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呢 她给你推呀背呀 换的盏的 预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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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慢慢的悟 就这么个情况 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啊 林总啊 是这样的 我实话实说 我妹夫他们这个装修水平 其实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 来那个林总 来您辛苦一下 您看看啊 你看我们家这个装修怎么样 不错呀 我跟你说啊 林总 我们家这个装修 就是我妹夫他们装修队干的 设计的也不错 是吧 你看这质量 你看这质量 我跟你说林总 已经三年多了 住三年了 这质量非常好 是是是 林总啊 我是一个直爽的人啊 我就跟您这么说吧 我妹夫啊 特别愿意干这个活 如果要是行的话 反正这活给别人干也是干 就不如给我妹夫 是吧 你看她这个装修质量 在这儿放着 我用人格担保啊 质量肯定没问题 我看出来了 老钱呢 哎哎哎哎呀 我真是不应该让你带这个包 本来我不应该这么早跟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说你说 嗯 我们公司这个楼盘装修啊 你们公司在这个众多的投标当中 是我们公司的首选 啊 哎呦 哎呦 谢谢林总 所以说我没跟你说 你看今天因为这包的事啊 我对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 哦怎么呢 这第一呢你是一个非常讲诚信的人 哎呦我是很 这第二呢 是是是是 这工程质量也是信得过的 哎 这第三 你有这么一个直处的好姐夫 哎呀 这他就是性子直 对 这样吧 我回去啊抓紧开一个董事会 然后尽快的把这个事给定下来 你们看怎么样 哎呦太好了 哎呦太好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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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了那我就先走了 哎呦哎呦别别别 那个林总 哎呦这个包你拿着 这个包你拿上 拿上拿上拿上 这包我不能拿啊 哎呦你就拿着吧 这这包是你们两个的结婚纪念物 我绝对不能拿 真的不能拿 我答应你的事必须得办到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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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好好 这包我拿着 钱我得给 多少钱啊 你别提钱的事 一定告诉我多少钱 不能要钱 不能要钱 大姐夫 两万八 两万八包你拿回家 大姐夫 你看看这大姐夫 就是直帅 好 大姐夫你怎么还有钱是 我告诉你 别别说钱嘛 大姐夫你干什么你 不是人家只不给钱 人家不给钱 人家不会拿的 我出生的办事呢 人家叫给钱 姐夫啊 哎哎哎 你大姐夫说的对 是是是 你看这包 是我托你买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必须得给钱 哎呀 我要不给钱 我不就犯错误了吗 哈哈哈哈 两万八 不行 我不能拿这个钱 不能不能不能 我说什么也不能要 你拿着 给我 大姐夫 哎 哎 这就对了 好 老钱呢 哎 你大姐夫啊 真是一个正直的好人呢 哈哈哈哈 吃个饭吧 啊 啊 你也会了 哈哈 你看 我们的买卖谈得差不多了 对对对 包 我也拿到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大家说呢 哎呀 应该应该 应该 明天我做东西 大姐夫 哎 你得去啊 不不不 林总我就不去了 我也插不上话 你必须得去 我 我去 你看啊 我和老钱还有很多装修上的细节要聊 你说他一会儿云里一会儿雾里绕来绕去 哎呀 我也没那么大的悟性啊 哈哈哈 林总我明白了 你就是让我过去直处呗 对 行行 行 好了那咱们明天见 行 哎呀 谢谢林总 好 对对对拿上拿上拿上 慢走慢走不留不留不留 快快快快 哎呀来来来再见再见 再见啊林总 不送了啊 明天见啊 明天见明天见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顺芬哎怎么样 买卖下来了吗 是是是 我跟你说呀顺芬 是 有些事啊啊 其实别把它想那么复杂 对对 简单点多好啊 其实我跟你说 人与人之间 你简单了 人家也就简单 对对对对 你说对不对 大姐夫 哎呀 这是什么玩儿的 这钱呢 不是这是什么 哎 哎哎不不是 这钱不是你的 什么不是我的呢 那包都是我的 别别别 不是 刚才是谁说的呀 人家只要给钱 这钱就是我的 我没说 街宝邻居他说没说 说 你看 哎什么都这样了 你看你这 吃个饭吧 干啥呀 推杯换转之间 你好好误一误 这钱到底是谁的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误了磨磨叽叽的 大姐夫 哎 这钱谁的 你们的 给我吧 拿走呗 做饭去吧 好嘞 直储多好 看 以后多跟大姐夫学学 哦 直储就完了呗 直储 媳妇 啊 我明天想换个车 给我三十万呗 滚犊子呗 给他三十 怎么 我储怎么没用呢 大姐夫 哎 你怎么储的啊 都没用了 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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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